这个我记得那个十三世行功心解 我跟他们讲的 没讲完 其实张三峰、王中岳跟十三世总歌 还有那个打手歌都已经讲了 那什么叫做行功心解 因为太极拳说 练拳要练功嘛 那功是行功 比如说小岳跟我动一下 这叫在行呢对不对 来其实行功就是在行气 你懂的意思啊 你跟我一下 我也在行气啊 你再跟我一下 我在行力嘛 所以它是行气 那它第一个的心行气嘛 你心里面要行 但是它是气的质感 行气物理什么 沉着嘛 心行气沉着 那沉着的意思就是说 我虽然很轻 它不沉着最后 你害怕嘛对不对 所以你心行气放松了 物理沉着 反正我就做那个 它这边有公式 我做那个气的质感 它要进或者不进 它刚刚不是从这边进了 为什么又退了 因为它进我往这边 它这边怎么碰啊 因为这一段是没有 来气是没有的 所以我就沉着不害怕 因为它一碰呢 它是属于动态的 小岳你懂这意思 因为当没有了 你再碰就 譬如说你去往那边松松的走 我已经没有了 我在碰呢 你懂这意思 你是不是很轻松 因为我就碰不到你了 这白话一点 就是行气就是行气 你如果行力就会抗 那行气你只有靠松 松久了就 就沉着了 松就是沉 如果你不沉呢 来你勾过来 我行气 最后还是力 你碰到东西了 如果你行气 它没碰到东西 它有它的重心 它会回去 你看它是不是退步了 如果它碰到东西 它回不回去 有东西我不丢 所以行气就是行气了 你表现的就是水跟气的质感 它一碰 没有了 那它还要一头摘下去 一定要维持重心 你接下来 你就这样 回来了 所以行气物力沉着 因为你行气 你可以沉着 因为你不受力 它自然就会收敛了 这个就不用讲了 收敛到哪了 收敛在背后 气贴背 有这一句话 气恋入脊骨 它自然会收敛 但是行气运生 除了沉着之外 这个气的质感 还要顺遂 比如说你来 我行气不顺 一捋到身上 要顺遂 那就是空间无限了 往这 它又不来了 小燕你来一下 那这还有没有 没有 那这边要挨打了 因为它已经被提起来了 它如果不用力 轻轻地跟着我走 不用力就跟着我走 我还没办法 如果它一用力 要提了 这个是被镜打歪的 因为它有一个韧镜 因为你行气 自然慢慢收敛 它会有镜 镜的话一打到这 它会吸 然后一转 它就出来了 就是这样走 我之所以会知道 就是因为一切都是灵感 就是当下你做什么 就知道 有什么感觉你也知道 所以 孕生的时候 那就是用法 物令顺遂 你要感觉很顺 来你跟我一下 我顺 那它要背 它不退它就背 来 它不退 它就背 对不对 你是不是就背 因为你没有重心的东西 可是当下它已经 假设已经撕掉重心了 我再给它一点力 晓月你先不要打我 你是不是重心又回来了 重心又回来了 那在这个交界点 我把它提一下 那还有什么重心 你是不是要舍 就舍己从人 否则它 它不舍 假设这有重心 它不舍的话会怎样 气流就会往那流嘛 所以它一定要舍回去 那是内在的义气 如果一直这样 它就养殖则迷糕 所以它知道不行了 它就收回来 那个细节 它可以感觉到 当事人 所以要物令顺遂 不顺的时候 你就要收回来 要以中定为主 对不对 你来感觉一下 它这个害在这边 因为它 用力了 对你把它收回去 不要用力 这边也不要用力 那我一打你就可以动了 你又打我 那你就是自己妨碍自己 我不是说过 叫你不要打我 本来没事的时候 你一舍了没事 你又把力量放我身上了 对不对 这个习惯都做 好来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好 我叫你收回去 本来就没事了 我又不是大力要吃你的 那你又把力量放在我身上 你在逃走话的时候 你还 对不对 那个感觉就是 当两个一试一接触 那我有点力 它行气还不错 但是它又用力量回来了 你记住你是在行气 这样比较没事 除非我速度快 大力气你 你力量又起来了 那是你就必须要练 这个是行气的感觉 对 如果你跟我呢 我这行力了 对 那就出去了 出不出去 它会跟你对抗 大概是这样 那我行气的感觉 出什么 就没有 你就是答案没有 那在这边没有的时候 你也有了重心 如果我再给你一点 你是不是起心动念 对 没有打 那不见得会打得到我 对不对 因为你是比较远嘛 我说实话嘛 如果你在这边 来你收回去 来 我这边有力 来你上步 这样就好打 对 如果说你再打我 你已经这么远了 我再给你一点 你也不见得好打 所以说我过 那只是一个 但是理论上 我最好不要有这一点 否则我还要搞一下 我再回来 如果行气 便利重新就没有了 那你在这边没有 你一定会往这门 这个就是听进 如果这边有 我就要跟力量对抗 那就没什么听不听 那就力量去 这样我没有 那你会往那这 你一定往这 你看 是不是 那这边又上来又没有 你一定是往人这边 你不会往这 好那你往这我就让开 这不空的 迎进落空 那你还是会往这 所以你再往这 那我就转个弯了 对不对 这里面有很多 反正是当你力量空的时候 对方能够操纵这个便利的时候 便利在他 你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来 你还转弯 对 但如果你已经知道我会转弯了 那我就 不是你想要的 那你这边没有了 你一定往这 那我就 最后反正空空的 这是我在这已经打上了 对他沾就是打上了 为什么说 说这样 如果沾是力 还打不上 如果是空空呢 就打上了 对不对 这是什么 玉女川说嘛 这因为你把我一推 我一上来 这个补上去 招式才形成 所以他最后 有一个 接下来 你 你这个能够便利重新 就是精神要提得起 要不然你微迷的 然后就是顶头弦 然后又是讲腰的 意气虚变幻得灵 有圆活之躯 就是分虚实了 然后发静要乘坐松静 好 大概先讲到这